经济日报的重磅分析 今天是推介招商银行3968 简选原因是招行第三季的收入 按年就上升1成3 去到826亿人民币 净利润按年上升2成1至324亿 对于耐银来说 超过两成的增长已经属于高增长 其他耐银一般都是单位数的增长 而招行已经延续两位数高增长 多于季度 盈利增速长期显著跑赢整体的耐银股 公司积极推进轻型银行的转型 打造金融科技银行 构建大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 差异化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大财富管理战略将会继续 优化招行的盈利模式 业绩向好的确定性就会更加强 具有长远的持有价值 市场看法上 在耐银当中 招行是较早开启零售转型 并且坚持战略定位 财富管理业务具备轻资本 约周期的属性 是商业银行应对监管资本 约速息差收窄压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财富管理战略的推进 带动招行的非利息业务收入 持续增长 目前已经占总营业收入的四成 有助于整体资产回报率的提升 招行头三季度的净资产收益率 高达18.11% 按年上升了1.11% 第三季更加进一步升至18.69% 按年上升1.29% 遥遥领先业界大约10%左右的水平 招行过去五年的PE变化 由2016年最低的6.6倍 升至2021年的15.5倍 相反来看回其他的内地银行 过去五年的PE变化 是反复向下居多 以建行为例 2018年最高的时候是7.6倍 反复回落至今年最低位4.1倍 这个股值的差异现象 反映市场给予招行的肯定 由于招行过去多年盈利增长对板 资产质素优异 净资产收益率比同业好 令市场愿意不断调高招行的股值 支持它的股价持续做好 根据彭博综合的预测数据 2022年招行每股的盈利大约是6.3 以较保守12倍PE计算 股价可以看到75.6 如果以13倍的PE计算 就可以升到81.9 招行自上市以来 股价是一浪高于一浪 历史高位是今年5月28日见过 72.45 后市如果能够突破今年5月底 引申以来的下降阻力 有望再组织升浪向上推进 上星期收报65元 投资者可以在63元以下收集 明年的目标是看76元 跌穿60元就要止蝕了